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起信论能够学习的话 我们的知见就能够建立正确的知见 然后在修行道路上能够很稳当地走在成佛之道上 那我们一开始还是先来一起念开经济 请科长 南谋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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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唯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辞 愿解如来真实意 请放长 好 我们接续上次讲的部分 好 我们上次讲到说 要我们建立正确的知见 从正确的观念建立之外 还要从另外一方面 就是破我们的邪值 就是说不正确的部分 两面都清楚的话 那就能够对修道之路非常的有正确之见 不会走偏 所以我们上次已经介绍了说 在邪值有两个邪值 就是人我值跟法我值 所以人我值的部分 我们已经介绍过了 这一次要来讲另外一个 是属于法我值的部分 那这个法我值 我们看这个原文讲的 法我见者 依二圣顿根故 如来但未说人无我 以说不究竟 见有五因 生灭之法 不畏生死 妄取涅槃 也就是说佛陀 对二圣顿根来讲 只讲了人无我 没有讲法无我 也就是说佛陀 把这个佛 把这个对二圣顿根来讲 他只讲了什么 没有讲究竟法 那为什么呢 那就是根气的问题 他讲二圣顿根 就是说 嗯二圣人的想法 是觉得是什么 这边有讲 就是这个五因 就是五蕴 就是我们的身心 五蕴组合的身心 他就是觉得说 这个身心怎么样 有种种的什么 无偿苦 所以要离开这种五蕴组合 造成的身心 这种生死苦 所以他要求一个涅槃 所以这是二圣 真的把这个生死 当作是真有生死 所以他要想取得涅槃的安乐 就是就像二圣人 他出了三界 已经不再生死轮回 没错 出了三界之后 他不会想要回来这个三界里头度众生 因为他觉得三界是怎么样 确实三界的苦怎么样 像牢狱一样 像坐牢一样 那也把生死像冤家一样 他不愿意再来 那也就是说因为根气的关系 所以佛陀没有讲究竟法 究竟法其实是怎么样 五蕴法自信不生 则无有灭 本来灭盘故 其实这个五蕴生心怎么样 本来就没有生 哪来的灭 因为这个就叫因缘所生法 我说极世空 这因缘所生的法 他本来也是条件聚合 都是条件聚合 没有一个真实存在的 这个自信的意思就是说 没有一个东西可以独立存在 还有永恒存在 恒常存在的 而且可以独自具有主宰性的 就是类似就是说 他可以单独存在 可以自己主宰自己 然后不依靠别人 不依靠其他因素 这叫自信 那其实自信是空 就是因缘所生的 是不可能是永恒不变 这我们都知道 不可能永恒不变 那这个就是实在是这样子 那对二圣顿根这样讲 是因为根气比较顿 那也就像我们世间来讲 譬如说教小学生要教数学的话 一定先从很浅 比较浅的加减乘除 这样大家都会 那他读小学毕业 他以为算数就这样 数学就这样 我都学完了 其实因为他没有学更高深 更高深的我们都知道 有三角几何 微积分 就是有更深的 那其实 为什么不说佛不说呢 是因为就算佛说了 因为根气顿也听不懂 所以就没 佛陀就没有说究竟法 所以只有讲了人无我 没有讲法无我 让我们再看 这个我们知道说 这就是这个其实就是说 在对峙邪值 我们其实有种种邪值 像我们凡夫是还在三界轮回里头 所以就是怎么样 要先也要有出离心 要出离生死 可是又不能待在二圣正的偏空涅槃 就是说他出了生死 他真的认为生死死有 就也不再来世间度众生 所以叫做偏空的涅槃 所以就好比说 好像喝了那个酒一样 叫三内酒 那他就是停在那里 三内酒 喝醉酒的现象 虽然灭掉这个 就是说这种对五蕴身心的执着 但是他还是觉得 这生死是死有的 所以他还是把 认为有生死跟涅槃 两个是对立的 还是在有对立项 所以没有真正达到 叫究竟涅槃 就是大涅槃 所以那要怎么来对峙呢 对刚刚有讲 要知道说我们的五蕴身心法 本来就是虚妄不实的 虽然我们有看到 有这种种的现象 的确有这种现象 就像我们来这一生 身心组合的这五蕴身心 是有这些现象存在 但是他真的有吗 我们没有来 投身为这一期生命的时候 那之前是什么状态 那也是不同组合的生命现象 所以有现象 但是刚刚讲自信空 所以因为是这样的原因 所以他本来没有实在生 是虚妄的生 我们虚妄的以为真的有 而且真实存在 其实他就是如幻的虚妄的 所以叫做本来没有生 所以没有生哪来的面 就像这个我们一直常听到的 譬喻就是说 我们的眼睛 如果平常人看空中 都是没有特别的东西 可是我们眼睛有毛病 会看到类似像非蚊症 看到很多现象的时候 我们以为那些现象是真的 我们看来好像真的有蚊子 这些现象在飞 可是是真的有吗 不是 是我们眼睛有问题 所以看到那些现象 以为实在有 所以当那些非蚊症的 这个现象没有了 我们以为 这个非蚊没有了 其实不是根本就没有 正常人是不会这样的 所以这只是一个批语 就是说我们把 就是二圣人就会以为 真的有 其实要对峙就说 其实五蕴本来涅槃 不生不灭 是离开这种对立的 所以在大圣的修法 就知道说 生死即涅槃 他不会绝对切成 两边对立 二元对立 所以生死叫不二的 也叫做无自信控 所以这个就是来对峙 这个法我子的部分 要这样来对峙 那最后 以起信论来讲 又还要再更深一步 叫做究竟离忘之 这个什么叫究竟离忘之 当之然法 禁法 皆惜相待 无有志向可说 所以刚刚讲看 这个生死 就是染无法 就是会 那执所有的涅槃 就是清禁法 这个是对立的 其实是对立的 其实没有志向 刚刚讲的 是如患有的 忘之 所以有这些现象 有这些对立向 那是故一切法 从本以来 非色 非心 非智 非事 非有 非无 毕竟不可说相 这个就告诉我们 就是真正的 真正的真如佛性 你实证的时候 其实都是离开 这些对立向的 没有所谓的什么 懒尽善恶 那这里举了几组 就是不是设法 设法就是物质的 也不是心法 就精神的 这些都是对待 然后非智 智就是智慧 那是就是什么 我们的忘事 就是一种对立 还有我们凡夫 不是若在执着有 就在执着有 这是会落在对立向 其实不是有 也不是无 那我们可以说 就是刚刚讲的 感觉是有 对不对 现象有 但 现象有 但自信空 它是因缘所生法 是有这些现象 叫因缘所生法 条件具足会有这些现象 就像五蕴身心这一期 会聚合这个生命 那死亡的时候 这五蕴 就离散了 五蕴身心离散 这个因素 灭了 那条件灭了 就离散了 所以说有 又不真实有 那说无呢 又有 就是说你说它 什么都没有 又有 就自信空 就是它因缘具足的时候 没有的也可以变有 有的也可以变没有 所以就是说 因缘有自信空 也因为自信空 所以它可以产生一切现象 它是同时存在的 毕竟不可说像 毕竟不可说像 就是说 实相是离开文字语言 就是我们经常讲的什么 不可思不可意 没法用言语来说 那这叫毕竟不可说像 那既然毕竟不可说 而有言说者 对啊 我们今天讲这个 起信论也讲这么多次了 那为什么要讲那么多言说 那佛为什么要说这么多法 其实都是 是如来的善巧方便 假以言说引导众生 其实就是为了 为了要引导我们这些众生 所以有讲这么多法 要靠言说 因为我们凡夫 如果没有用言说来说 我们不会明白 我们不会知道 佛法是什么 然后怎么来修行 然后怎么来实证 这个就要靠语言 那我们凡夫不可能不着像 一开始一定是从有像修起 那当然本来也不能离开这些像 是知道像的自信是空的 是因缘所生的 这个是方便善巧 最终 皆为离念归于真如 最后要离念 就是离开分别念 因为其实刚刚讲的所有的对立像 都是我们的起心动念分别 才有这些 色啊 心啊 智啊 是啊 蓝啊 静啊 有啊 无啊 这些都是我们的分别 分别心造作 所以会起心动念 那实相没有这些分别念 是平等的 那我们起了分别念 就就开始什么 就是忘直了 就不是实相了 所以那佛告诉我们 诶 实相是离开这些念 分别念的 那就要引导众生 回到实相 就是我们的真如 真如佛性 人人本具的这个真如 那是为了引导我们 那以念一切法令心生灭 不入时之故 所以只要我们有任何念一切法 有念头有分别念 不管什么法 那都是让心起心动念 有起心 有动 就怎么样 有生有孽 就没办法跟真实的智慧相应 这个部分就是说 究竟离忘直 他告诉我们 最后要回到真如的部分 是理念的 离种种分别 最后要进到怎么样 从对立的差别向 要回到无差别 就是平等向 所以其实也是告诉我们说 真空 不空 就是有种种功德 我们知道真如 这些烦恼 执着 破除 要空掉烦恼 但是 功德不空 他有种种的功德 用 我们知道 他有体相用 有用大 但是 有功能的 不是没功能的 所以真空不空 那妙有 非有 你看到有种种的现象 有起种种作用 那个都是怎么样 叫妙有 不是真实有 他就像佛陀会应众生的需要 那他 会释现 不同的 三叶大用 来引导众生 身口衣三叶 来帮助众生 归于真如 那个是 妙有 但不是真实有 因为对每一个众生 我们的根气不同 那佛陀引导的方便 善巧就不一样 所以叫做妙有 非有 好 那这一部分就是告诉我们 如何来离开妄子 那也就是说我们学佛呢 要 要随顺佛教导的 那随顺要 随顺于无念 因为最终 最终是理念 离开分别执着 理念 那如果我们越学是妄念越多 分别越多的话 那就是违背了佛陀 教 教导的真意 所以学佛 我们要知道最终的方向是理念 那以真常维心论 他很善巧 也 皆告诉我们 一切法不可得 那可以很善巧的 让 扫荡一切 然后不着痕迹 这是很善巧的 一个方便 所以 他的方法 就是最后要 实相告诉我们 而且他一念 就 就是要不迷 就是要正念说 本来 跟佛无二无别 都是没有差别的 所以这真如佛性 心佛众生尚无差别 我们跟佛无二无别 都有这个佛性真如 只是我们现在 还有烦恼的覆盖 那佛已经把这些烦恼 无名烦恼等等 都已经杂染的部分都去除 所以他清净 自然就是清净 那这边有一个记子 也是分享给大家 这个是 皮色福佛记 假借四大 以为生 心本无生 因尽有 前进若无 心亦无 罪福 如患起亦灭 就是说我们的身心是 四大 地水火风 就是种种条件 去和我们这个无云身心 那是怎么样 是心本无生 我们心本来不会动念的 我们为什么会 会有起心动念 是因为遇到禁 对不对 我们的五根对五成 然后心对法成 就是遇到外境 就开始会怎么样 攀缘执着起念 如果我们没有对禁 起任何攀缘执着的话 心根本不会生 所以就是说 心跟禁怎么样 心欲禁 因缘合合而产生 起心动念 所以如果 心对禁不攀缘执着 心本无生 就不会生 那前进若无心亦无 所以大家记不记得 前面我讲过 就是这个因为无名 所以会产生旺心 旺心又会去攀缘 旺境 都是虚旺的 本来没有这些念 一念 起心动念 就产生二元对立之后 刚开始还很细的分别 还没有真实的外境 等到六路 六处 十二处 相对了之后又有六四 这个大家 就是对 其实就是对禁 其分别 那如果这个禁没有 你不去攀缘它 心也就没有 没有起 没有起心动念 心也就没有 这就是忘心忘静 所以罪服如患起意灭 这些都是如患有的 其实怎么样 你说起灭 其实也是不起灭 是如患的 看到这些现象都是如患的 这些对立像都是如患有的 所以上次有菩萨问 生活中怎么样 离开分别 那这边也有答案 它就是对禁 就是对六根遇到六层 色受想行事 眼耳鼻舌生意 色受想行事 一对禁的时候 你怎么样能够不去分别执着 就像我们平常 看到个好比 很喜欢吃冰淇淋好了 你看到那冰淇淋 第一念是什么 就是说你对禁 已经是会起分别 第一个其实给名字 已经就是有分别的 因为名字对我们来讲 已经在我们心中 有建立印象 你如果随时在第一念的话 你是不会有什么 喜欢和讨厌 你只是看到 可是当我们已经看到这个东西 就起一个念 冰淇淋 其实冰淇淋在我们的 巴士田里早就已经是怎么样 它会马上去对比 因为冰淇淋的名相已经建立了 那过往的记忆就会回来 你就会对 冰淇淋 如果你是喜欢吃 就听到 看到冰淇淋 你就想到冰淇淋 就把过去的资料 调度比较 就会怎么样 喜欢的话 就会马上 起心动念了 然后就喜欢 然后就会去怎么样 你就会开始会去拿来吃 那吃完之后 如果吃了一根冰淇淋 觉得说 实在太好吃 那个感受 瘦嘛 有感受 是热瘦啊 很快乐 然后你就会想要 再直取 那我再来 再吃一根冰淇淋 这种就是不断的直取 那其实是真的吗 所以要去关照 是真的 这个东西这么好吃吗 那你 你吃一点点冰淇淋 那既然 如果这个真的都是 感受是真实的话 那应该会一直吃 每家一根都加倍的快乐 会这样吗 你可以再观察下去 就发现 如果真的 一大桶冰淇淋 都让你吃完 可能你就是 从热瘦变苦瘦 就 所以表示这些 感受都不是真实 有了 所以它一直在变化 这个只是一个 一个讲 生活中会遇到的 其中一个 大家有很多静 大家可以去对比 这都是分别 从开始接触 就已经 处受爱 取有 也就是旺心 遇到旺静的时候 都不真实的 我们有旺静 引起旺心 这会互相影响 旺心 看到静 先看到静 静也会影响旺心 就是先看到冰淇淋之后 那个冰淇淋 哪又就 这个静又 引发你的心 又再去攀原执着 所以旺心跟旺静 会怎么样 来来回回 会加深懒着 就会一步一步懒着 就往什么 生死流转去了 就是说 它是互为影响的 但是如果是 知道方法的话 你就会知道说 这个 其实本来没有这些 没有这些 旺心旺静 是我们攀原执着才有 所以 就是适当的接触 你没有 吃冰淇淋 你就是吃嘛 那就不会再去 贪着说 感觉很 很快乐 然后就要执着 这个感受 让它怎么样 一直维持 这就是我们的 攀原执着 所以这只是 从 生活中 一个 小的部分 但是 所有事情都一样 你看到一个人 一个人 那你马上就 你是不是就又分别 先分别 这是谁 那跟我是 亲近的 还是不好的 好的呢 是我不喜欢的 还喜欢他 马上我们就 有起分别了 可以去观照这边 那第一步 我们也可以做 先指的动作嘛 如果 比如说 如果是 从戒下手 也是一个下手处嘛 下手戒就是说 指二嘛 那有些 你不喜欢的人 你如果会指的话 你持戒也会指啊 对不对 不 不什么 望言取语 两者二口 至少 持戒 你就有这个观念 先用对峙的方法 那最后 还是要回到 根本啊 要知道说 这也是 对峙法 最重要 一步步从 对峙法 要回到什么 实相法 就刚刚讲 从对立的到 真如是无念的 根本没这些分别念 就是有次第的 一开始 是的确有这些啊 因果是如实嘛 因果有如实因 有如实果 从有相去下手 那照 照作恶业 必敢苦果 要有这种知见 先从 持戒 也可以对外境 怎么样 做止的动作 止恶嘛 那菩萨戒 还要行善 积极行善 那持戒的部分 那从定的方面 禅定的部分 也是啊 比如说 需要的不多 想要的太多 就是遇到禁的时候 不受诱惑 你也是 我们要有 禅定的功夫 心不再去攀缘 制作 所以三样都要 界定慧都要 最终是智慧 般若的智慧 也是这个真如实相 要归于真如理念 就是要 从有分别 这些分别望子 要回到怎么样 无分别的平等观 所以它是一步一步的 那其实说 界定慧是随时在有 那当然修行次第 是有分 以我们反复 我们有讲 有五圣的共法 就是一开始还在三界里头 就是如是因如是果 要生性 世间这些什么 有因有果 有善有恶 这是五圣共法 进一步 到二圣的话 它是知道 五云生性是怎么样 这些 一切现象是无常的 它用 这个 知道生死 要远离 因为世间像像无常 无常造成苦 因为我们有执着 其实本来是无常 因为执着而有苦 但是二圣又落在偏空 它会以为是真实有 那到大圣的不共法的话 就是怎么样 就是如患有 世间有这些现象 但是怎么样 其实是如患有 本来是不生不灭的 最后要回到这个 一切法不可得 是平等的 就回到真如无念的状态 所以它还是有 有次第的 那三样都要有 要看我们 我们当下 明明有种 有种种烦恼 那方便三角很多种 就要看我们个人 用对峙烦恼方法也好 但是还是要 有究竟离忘值的 这种观念 一步一步才能够达到究竟 好 这是刚刚讲的 无明忘心忘静 我们今天为什么会来听闻佛法 其实就是 真如 要熏这个真如 这为真如发挥功能的话 它就不会走无明忘心忘静 不会继续生死流转 揽着下去 那就会走环灭的路线 所以为什么要不断听闻佛法 然后来寻修 就是要逆生死 流转 回到我们的本来念慕 好 那我们讲这么多 接下来就进到说 那要怎么来 来修行呢 这叫分别发去道向 就是说 走往成佛之道 目标我们大家都一样 要成佛 但是呢 因为 发是指发菩提心 这个 因为大圣起信论 一定是发菩提心 那发菩提心就 每个人发菩提心的状态不一样 就重的因 发心不同 结果就不一样 所以在这边 我们就可以来了解说 发心不同 它会有什么相貌 会告诉我们 不同发心结果不一样 如何来发菩提心 然后修六波罗密 那我们来看 它讲怎么样 这边讲怎么样 分别发趋道向者 为一切诸佛所证之道 就是成佛之道 一切菩萨发心 修行趋向 大家都要趋向 大家都要成佛 那有讲三种发心 第一个叫做信成就发心 第二个叫解行发心 第三个叫正发心 好 这个图大家应该之前有印象 对不对 前面有讲过 其实大圣起信论讲说 人人其实都有本觉 我们都是本来是觉悟的 但是因为一念的什么 无名 妄动 就不觉了 那这一辈子 有接触佛法 开始来学佛了 就是始觉 就是开始觉得 这些烦恼 生死痛苦 想要远离这些 生死烦恼痛苦 就会开始来 熏修佛法 就会有因缘 不管是什么因缘 来接触 然后修学佛法 然后开始 都是凡夫 我也开始学佛 这里就开始叫始觉 那我们前面有讲 最后佛是究竟觉 那我们现在在始觉 那这个信成就发心 我们知道成佛 52个阶位 实信实柱 实行实回向实地 等觉 妙觉 那对凡夫来讲 我们在信位 还在这个阶段 实信位 叫信成就发心 要修信心 我们也知道 修正的次第 也叫做信解行政 那只是配上这些结尾 大家可以知道说 对我们凡夫 现在是叫 实信位 到这边就是 三贤位 贤 那到出地就是 成圣人 出地以上 就跟真如相应了 那一直到成佛 就是究竟觉 那其实我们在这个过程 就是不断的去除 烦恼无名杂染 那回到清净 就是究竟觉 好 那我们来看 信成就发心 它有原文 但是稍微知道一下 信 要修信心呢 是要有 熏习三根力的 不定聚在众生 那要信心 整个成就 都不会再退转了 要到 出驻菩萨 对不起 叫发心驻的菩萨 我们先看这边 我们来看一下 后头原文 信成就发心者 医何等人 修何等行 得信成就 堪能发心 所谓 医不定聚众生 有熏习善根利固 所信业果报 能起时善 厌生时苦 欲求无上菩提 我们先看这一段 就是说要能够修信心 是怎么样的人能够修这个信心 其实刚刚有看到是反复位 已经开始死绝了 开始学佛了 也就是有善根的 先讲这个不定聚 其实众生有分三种 叫做正定聚 还有什么 协定聚和不定聚 正定聚就是决定可以走上圣道 就是正定聚 协定聚的话 是决定走上二去的 就是说 短期内没办法 回邪象征 走入圣道的可能 譬如说 如果照做 五逆法 沙父沙姆沙罗汉 破合合身 出佛生血 这种就是短期内不容易 除非要特别的姻缘 那他不能走上 成佛之道 就是说要聚足另外的姻缘 一般来讲很难 那不定聚的话就是说 像我们一般的人天众生 就像我们 如果不确定 如果遇到善知识 接引来学佛 可能就会精进学佛 那有可能我们在学佛的过程中 如果遇到恶知识 或旁边有 听闻不好的法 写法 也有可能转向协定聚 就是不确定 那个姻缘不确定 所以就是说 叫不定聚众生 就像我们每个人 身为人生 也不一定每个学佛 这就要 看他遇到的姻缘是怎么样 也是不 不一定的 所以要有熏习善根力的 所以诸位菩萨 不要小看自己 今天会来听闻佛法 绝对是 雷杰有熏习 有善根 才能够听闻佛法来发心 如果过去没有机会 而见佛文法 今天没有机会 来这边 听闻佛法 然后继续修行 所以是非常难得的 表示诸位菩萨是什么样 有熏习善根力的 所以这个信成就发心 要修这个信心 也是依我们 有这些训习善根力的 我们才有办法 来接续学佛修行 所以是非常难得的 所以 我们要继继续的利用这个 我们的善根 过去一直到现在 累积的善根 熏习力 继续的熏习 那就能够 一步一步到 信成就发心 那 那这 是 依我们 这种不定居终身 也就是实性位 而且要有 熏习善根力的 那 就可以来修这个 发心 就学 修学信心 那 要怎么样不断熏习 要有 有内外的因缘 要做哪些事能 累积哪些质量 这边就写得很清楚 对不对 信业果报 能起实散 所以我们说 在凡夫位来讲 一定要生信什么 因果业报 这是第一步 哪要能够起 实散 就是我们平常讲 实散业 就是 生 口意 三方面来做 生 不 什么 杀 道 邪因 然后 口呢 不忘言 其余 两舌 二口 然后呢 意 不贪 不撑 不吃 就是要 要累积这些资粮 所以你说 我们修行怎么样 下手 这就写得很清楚 对不对 要深信 因果业报 能起实散 这是第一步 也可以说 刚刚讲的 五圣功夫 那进一步呢 要验生死苦 因为我们都还在 三界轮回里头 所以我们要知道 这种生死的苦 因为我们有攀原执着 对 对这些敬 本来是虚妄有 可是我们就是望止 以为是真的 还会直取 然后 想要的 想要的偏偏得不到 求不得苦 要不就是怎么样 爱别离苦 很喜欢的就 偏偏会失去 这是 无常嘛 一定会的 就是 求不得 爱别离苦 愿正会 不喜欢的人 常常碰在一起 这都生死苦 还有就是 生老病死 我们的五蕴生心苦 就是因为五蕴生心 组合我们望止 以为真的 然后不知道 这都是因缘聚会 聚足产生 离善就没有这些 但是我们就是 又我直 对不对 以为真的有一个 永和不变 可以主宰独立的 永远存在的 这个我 这个我不实在 所以就以为真的有 所以 所以就是说要 知道说 这种无常的苦 第二步要厌礼 因为我们在三界轮回 真的蛮苦的 刚刚的几个都是 譬如大家打坐的时候 也是 大家如果有打坐经验 就是这样 不想腿痛 偏偏腿痛一直来 也是 愿正会 对不对 难得做到一支好香 很快又怎么样 很快 隐庆敲了 或者什么干扰了 你就也没办法在安定之中 所以也是一种什么 爱别离也是求不得 所以很多 很多现象是因为我们的执着心 造成我们的苦 所以这是进一步 这就是 讲的三圣共法 身文原觉 菩萨 所以菩萨也是要验生死苦 要出离 要出离心 那再进一步 要欲求无上菩提 最后我们都要成佛 所以要发菩提心 这就是大圣 大圣不共法 就发菩提心 所以他还是有次敌 所以对内 这个薰洗力 要累积这些 还有呢 这是还要修哪部分 得职诸佛 清晨供养修行 信心 就是说我们在 我们刚才讲 食性位 食性位凡夫要到 食住还有一段时间 光是食性位成就 就后面会讲到时间 一万大节 那在中间 还要累积资粮 就是什么样 得职诸佛 清晨供养 我们会遇到 我们讲必须有善根 就是有见佛文法 曾经都有 所以才会得职诸佛 然后清晨供养 就是亲自的供养 诸佛 那但是这个诸佛的定义 大家就要想的宽阔一点 就是说这个诸佛 你看像我们生在的是什么样 佛不在 但是有相法在 就是有佛像 佛化 那要当作是亲自供养一般 所以家里有佛堂 要能够 真诚诚心的来供养 如诸佛寨一样的供养 就是要供香供水 我们讲有食供养 香花 灯土果 茶食 珠宝衣 这是梁皇宝珊讲的 种种的供养物 都可以做供养 这都是在累积我们的福报资料 那 那所以佛的定义要广一点 就是说上次我们有讲过 我们凡夫能看到的是化身佛 对不对 化身佛有可能 他大部分 不是 我们看到的不是三十二像 八十种佛像 对不对 化身佛看到的 他可能视线是老师 上次有讲过 也可能是仆人 也可能是什么 冤家 或者你的父母子女等等 都有可能是佛菩萨视线的 就是依我们的根气 他要引导我们 修学风法 他的化身 可以用种种像来接于我们 所以这个就是 不只是说看到的佛像 你身边的人都是怎么样 要当做 就是佛菩萨视线一般 那这样子 来修行累积之良 就会怎么样 增长我们的信心 所以这个就是 告诉我们 修大圣法 第一步相信因果报应 要止恶修善 进一步验生死苦 然后再进一步要发菩提心 要成就佛道 这是有次第的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 那要经过一万劫 整个十信位要一万大劫 信心才能成就 因为累积之良不可能是一日一夜 所以为什么说 况且成佛之道是三大阿僧奇节 这才十信位就是一万大劫 要照刚刚这样来修 累积福得智慧之良 才能够信心成就 所以我们反复 我们现在刚有讲 要信心完全成就 要到初柱了 十柱位的发心柱 那我们前面这一段叫 信心位的时候 其实就是 我们的信心都是进进退退的 就像羽毛啊 飘来飘去是不确定的 我们反复位都是这样的 不要 会退心 有时候很精进 有时候又退心也蛮正常 因为我们就是反复位 但是我们刚刚看 如果是按照刚刚的累积这些 不断的熏悉 我们的善根福德 那就会怎么样 信心会一直增长 一直可以到初柱位 那我们就不退转 这也是靠累积来的 所以我们也是 依着佛跟我们讲的这样来修行 好 那经过一万大节 我们来看 经过一万大节 信心成就之后 信心成就之后 才叫做真的来发心 这进到初柱位 因为信心不退转 就可以真的来发心 那这个时候有可能怎么样来发 发心的条件有不同 我们来看一下 一个是诸佛菩萨教令发心 有可能是佛菩萨他会 视线种种因缘 让我们发菩提心 那也有可能是怎么样 我们本身 我们自身 具足 我们比较悲心比较重的时候 有大悲 看到众生在痛苦之中 也觉得说 他跟我一样苦 没有只有想到自己 所以大圣的发心 就是说 不是自己解脱生死 他觉得自己有这种生死苦 那周遭的所有众生 也都都有这种生死苦 所以就是感同身受 所以发大悲心 因为慈悲众生而来发菩提心 这是一种 还有一种是因为是怎么样 正法欲灭 以护法因缘能致发心 这一类的菩萨是因为什么 看到正法要灭 那什么叫正法要灭 要灭就是说 其实就是有很多什么 以现在来讲 也是会有看到很多什么 邪师说法 很多 就不正确之见的 他的宏话很广泛 现在也有很多种现象 那亲近的人讲神东感应 很快就怎么样 就好多信众 这个就是说 相对就是正法比较弱 正法弱就魔就比较强 邪法就昌盛 所以有些人是因为看到这个法要 感觉一步步的衰微 就会怎么样 就是会发菩提心 要来护持佛法 所以诸位菩萨 我们大家愿意来听闻佛法 熏修佛法 然后就是在宏护正法 因为越多人听闻正法 那就是续佛的会命 那就是接续 那能够让佛法继续的存在 而弘扬出去 那我们知道说 一般来讲 我们听到正法 有正法就有什么 有三种分法 然后正法 相法跟末法 那以前我们知道 正法一千年 就是佛在世的时候 那那个时候 叫做解脱兼顾 禅电兼顾 就是根气很利 然后智慧生 然后烦恼包 这些就是什么 修行很容易正果 那接下来就相法千年 就是说 就比较是论意兼顾 跟塔式兼顾 就是说 弘法的人蛮多 然后造寺庙的也多 那末法 大概万年 就是比较是什么 斗争兼顾 就是比较多什么 都是在斗争 就是写法又多 那就是末法的现象 所以 正法灭的话 就是说 教授如何来修学佛法的少了 然后能够实践的人也少了 那个就是说法 渐渐在灭 在路 所以说 我们听闻这样 其实在这个地球上 学佛的 能够听闻佛法的 还是很少数的 所以 所以诸位菩萨 我们都有 应该要发心 要发 因为正法 没有我们想象中的这么 这么 苍容 所以每个人都有责任 佛地址都有责任 来发心 我们不一定是说 都能讲经 说法 我们不一定能讲很好 但是呢 如果有善知识 比如说师父有很多书 有很多法宝 很多善知识的书 就可以用这样的方法去分享 或者我们不知道 那也没关系 只是正性的道场 就接引亲朋好友来学佛 这就是在护法 首先自己来护法 然后再 邀请周遭的身边的朋友 亲友 来接触佛法 那就是在护法 所以刚刚讲说 这三种因缘都有可能来发真正的菩提心 如是信心 成就得发心者 入正定据 上面 就是刚刚前面讲的 累积资量 资量够 还有时间也要够 这两种剧组了 就可以到正定据 本来是不定据的 就到正定据 就可以决定成就佛道 就走向 就是很稳当 会走向成佛之道 毕竟不会退 明住如来种中 住如来种中 就是说 正因相应 正因相应 这个因就是说 跟真如佛性是相应的 也跟实相相应的 这样的菩萨 性成就可以叫做 住在如来种中 就是说 能够安住如来种性 如来就是表示果 果位的意思 我们现在还没成佛 是在因 那成佛叫果 就是果位了 就是如来种性 我们现在叫做菩萨 叫做菩萨种性 在因位 最后成就了 会到成佛叫果位 就可以住在如来种中 就是确定 不会退转 不会掉到凡夫 也不会掉到恶圣 就是叫做 住如来种中 正因相应 入正定局 好 那我们再看 这个刚刚讲过了 所以刚刚讲的 这个三种发心 有可能佛菩萨教我们发心 也可能是因为自己发心 那怎样的人叫发心不定 有可能众生善根为少 就善根比较薄弱 刚刚有讲 遇到诸佛要怎么样 清成供养 要累积种种福报 那善根比较薄弱 智慧 智慧也比较少 就像刚刚讲 有不同层次 对不对 有在五圣共法的 这种共事间的智慧 然后进一步是什么 空性的智慧 还要有怎么样 发菩提心 它这个是智慧 还有程度的 小圣的 我们讲 生文圣的智慧 跟佛菩萨的智慧 那也是差很远 所以就是说 本质是一样 但是量是差很多 所以众生善根为少 久远以来 烦恼深厚 这就是发心不确定 刚刚是决定的 就是说 虽然遇到佛了 也有机会供养 但是起了什么 仁天种子 或恶圣种子 就像很多人来接近道场 修很多福德 他求的是怎么样 我这个事业顺利 发大财 平安 或者下一辈子过得好一点 就是众仁天的国报 那可能有些来亲近道场 他是喜恶圣种子 他就是 我要这辈子太辛苦了 我要解脱这个生死 我不再来人间了 起了恶圣种子 或者 有求大圣 跟着不定 若进若退 就是 虽然发菩提心了 但是什么 进进退退 没有一个决定 或者有供养诸佛 就时间不到一万节 虽然那些条件都有 但是时间累积的不够 或者 于中欲圆 亦有发心 就是在这个 一万大节之中 可能也是都有发菩提心 然后 所谓见佛色向而发其心 或因供养众生而发其心 或因恶圣之人教令发心 或学他发心 如是等发心 西接不定 欲恶因缘或 或便退师堕恶圣地 这个就是告诉我们说 发心要正确 如果发心不正确 就有可能是不确定的 遇到二因缘文照样 又掉到凡夫位 或者二圣 是都有可能的 怎么样的发心是不正的 这里有讲几个 譬如说 见到佛的向好庄严发心 可是都有可能 对不对 大家也可能看到 佛像的庄严 但我们没办法亲自见佛 那佛陀时代 大家应该有印象吧 谁是见佛像 佛的色相发心的 应该有印象 就是阿难尊哲 这论言经的 发起因缘就是阿难尊哲 阿难尊哲 不是出家十二年 但是遇到什么 摩登 是被摩登前女的 邪奏迷惑吗 那佛有请文殊私利 辞任言咒 去破坏邪 才把阿难 平安救回来 所以阿难也是 一直很伤心哭 修行这么久 怎么会还会被 这个 邪奏迷惑 差点就 破了犯恨 所以 经过佛跟他讲 佛就 回到根源 那你当初 是什么原因 要出家修行 那阿难就说 我的出家因缘 就是看到佛陀的 什么 向好庄严 三十二项 八十种好 这个向好庄严 我看了就很羡慕 这样来发心出家 可是这样的发心 是怎么样 心外求法 心外求法 还是会 会 会退堕 有机会会被破坏 所以是意外在的 原因发心的 或者供养众生 而发其心 就有些人是因为怎么样 看到出家中 怎么样 很亲近修法 或精进学法 或者外向庄严 来发心 或者有人 是见到师父 看到师父 看到师父的书 就觉得 发心 发菩提心 或者修学佛法 很多人是这样来的 或者因二圣人 教令发心 可能遇到一些 生文生 可能佛陀时代更多 有的是 这个禅定智慧都 很高深 那就会二圣教你发心 然后或者 是学他发心 有些人是怎么样 家里的 我不知道诸位菩萨 是跟着 是怎么样的原因发心 也有可能是 朋友介绍 他发 他说要来道场 就跟着来 可能不是自己来 或者是家人带你来 这就是说旁边的人 触发你 来亲近修学佛法 但是 这种种就告诉我们 这样的发心 是靠外在因缘 哪一天这些 外在的因缘变了 就有可能退转 所以在这一个 是我们很好学习 可以去再去检点说 真正的发心是什么 真正发心 不是靠向上的发心 不是在表向上的发心 那就有可能退度 好 好 那我们今天 时间到了 我们就先分享到这边 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法师阿弥陀佛 好 阿弥陀佛 法师如何在 现实游行过程中 就是正确的 区别 或者是避免 自己出现 完空 然后呢 如何要更好的 是 认识 真正认识真空 因为我们 如果修行没有达到一定境地的话 其实还是 在有中去修 去 就是说 这个 是上 是恶之间 去 自己做更好的 更好的 这个 扬上 去恶 但是真正到真空的话 善恶 它是平等的 甚至 所以说我想 法师 指点一下 其实刚刚讲 不落入完空 就是 就是刚刚有讲的 我们 那个 要深信 在 在我们还没正到之前 这个 刚有 深信 信业果报 在世间 有善 有恶 这个是确立的 所以说这个 因缘果报 就是刚讲 在还没实证之前 那个发心 这些现象都有 不然怎么有 这个 次第 有阶位 因修行累积的福 的智慧之量 不一样 结果就不一样 所以刚刚看 这都要有条件聚合 所以因缘所生法 不能只看到说 我说即是空 什么都是空 可是是因缘所生法 有这些因缘 有这些条件 条件 具足才会发生 也就是说 我们要成就佛道 我们必须具足 能够成佛的因缘 所以这些条件要有 所以说不是没有任何条件 什么都没有能成佛 所以这个空 是指空掉烦恼 所以它是两面的 刚刚讲说 是空掉我们种种烦恼 执着 就是五蕴身心还是在 只是佛陀也是有 五蕴身心组合的这些现象 可是佛陀没有这些烦恼 执着痛苦 这就是不一样 所以说 不要落入片空 就是这些因缘所生 有啊 现象有啊 但是自信空啊 他两面不能落在单边 就不会说掉到完空啊 就是说他还是 所以成佛绝对不是什么都没有 成佛是他有无量的 我们讲体相用 他用大 他身口一三叶 是对一切众生 他自己受用 因为佛真正自己受用 他是法身 是真如 是没有这些像 可是他有用啊 他对众生有用 所以你说成佛 对我们来讲 成就佛道的人 他功能无限 他可以帮助所有众生 成为众生成佛的因缘 所以他的用有 所以就 就是不能只掉一边去想啊 就是刚刚讲的什么 真空不空 有种种作用 然后妙有不实在有 就是说我们在世间 可以对众生 帮助种种 你可以做种种善事 但是要怎么 渐渐是怎么样 叫做无所得 就是不执着的 那就跟真如相应 就是说 的确是帮助人 帮助就是帮助人的当下 其实我们纯粹 不求回报的帮助 就是讲说跟空性的智慧相应 我们发慈悲心帮助助生 这些现象都有了 可是我们不会执着 就是说对众生有用 我们就帮他 不会去求回报 这就跟自我中心 这些烦恼杂然就不相应 所以这些种种都善事 佛陀不是没有做善事 这个离善恶对待 是他已经都是纯善 全部做出来都跟 都是亲近的 亲近智慧相应 就也就是纯善了 不可能有对立 因为他做出来就是 每一项都是怎么样 都是跟智慧相应 跟慈悲相应 所以他没有这种善恶分别 那我们刚开始做善事 我们会有啊 我们会可能我做了善事 他对我不好 我就不想做善事了 因为其实就是我们有所得 我们希望他 他应该要同等对待 我对你好 你要对我好 可是佛不会这样啊 菩萨也不会 菩萨甚至可能说 众生对我不好 但是他我帮他 他怨我没关系 只要对那个众生有帮助 他佛菩萨是愿意去做的 这就跟我们不一样 我们就是从这边来学习 所以就说 听闻佛法还是很重要 知见的建议还是 我们虽然还做不到那样 但是凡夫位嘛 前面讲 我们要养性 养性佛告诉我们 如实 真实的状态是怎样 我们就按照 他也有次第啊 如是因如是果嘛 如果是造作的是 五圣共法的因 当然就是在五圣 我们凡夫会在生死 也有凡夫重生死的因 得生死的业报嘛 那要成就生物文 要出生死苦 也有出生死的因缘啊 每一个都有啊 并不是就不会落入顽空 就会踏实修行 就按照佛讲的 一步一步来 所以这个其实 那我们就要真正去喝水 喝水的时候 真的我口渴的时候 这个 我喝水了 口渴现象解决了 我们就越来越相信 根本不用思考 口渴水就拿来喝了嘛 所以我们现在开始 一定是先从观念之间 先建立起 然后就真的去实践 佛告诉我们如何去实践 我们就真的这样去实践 就会 就会体验到 然后就又加深信心 简单回答到这边 感恩法师 感恩法师慈悲 感恩 感恩荣川菩萨的提问 而接下来陈玉婷菩萨提问 从防夫角度 怎么在日常生活中 落实无分别心 感恩法师 对 这个刚刚在 那个 分享 这个上课的过程中 刚刚有分享的 就是 要知道说 我刚讲有界定会三方面 实散业就是很好的 身口衣散业 跟这实散业去相应 对外境就相对怎么样 至少 会知道 直二行散 从行为上先去 因为叫做 迷了才会忘取 然后忘动 才会动这个身口衣散业去造作 就对外境先有分别 才去 去怎么 攀缘执着 有行为了 那其实像十三页就告诉我们怎么样 身不要做什么 杀到影基本的 然后呢 语呢 不能讲什么 先制止我们 然后 不去行为动作 因为对我们来讲 一些先从 最初的做 因为我们都会忘动了 已经到末端去了 到末末去了 可是要不要做要啊 对峙还是要对峙 就先走 我们也只能从最初的开始下手 才能 到戏的部分 那就是对外境 至少行为 你已经 关照到 自己的起心动念 就不要再忘取下去了 这个就是第一步 持继也是一个 然后什么 禅定也是一个 因为禅定功夫 比如说人家骂我一句 如果我们没有禅定功夫 就是马上就觉得是怎么样 马上动作就出去了嘛 就骂出去了 因为禅定功夫 没有关照到 真的有 这个骂是怎么回事 这个声音是怎么回事 是因为我们执着 那个声音像啊 因为如果他 他讲的是 我们听不懂语言 我们可能对这句话 没有感觉的嘛 就是有分别 所以要知道说 第一步是 是我们有这些分别 先在动作上 持戒修定 然后呢 起心动念很清楚 但是还是要往上 要回到真如 要真如的正确之见 先建立知道说 本来我们没有 这些烦恼分别执着的 有这些都是 我们自己的分别心 才产生这种种现象 其实是没有的 这就是最根源了 但是我们下手 我们先从观念之间 但下手是要从初的开始 因为我们已经对外境 我们一定以预境就分别 只是不要再一直分别下去 让那个杂染不要再染下去 他就会回 当你身体不对外攀缘执着 就从望境 不攀缘望境 就会知道 忘心 也没有 刚刚讲 心本无声 因尽有嘛 忘记没有 也就没忘心 再从忘心再往回 来对峙无名 还是要从 初的到细的来下手 但知见一定要建立 最上升 就根本的知见是要建立 但下手 对我们来讲 要从初的到细的 好 简单分享到这边 请不吝点赞